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3月15號禮拜二啊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好跟霹靂聯名的這個更新內容 我們先看一下新的福袋 好那今天新出的福袋叫做社群票選包 我看一下看一下 欸 這裡面的東西真的是票選的嗎很好奇喔 裡面的話一氣化千 然後露雷二電 奇怪為什麼大家要投這個喔 還有技萌化魂這個是弱雷陣的 還有這個90級的技能之選書包 那這個機率都不高 都是千分 不只啊 萬分之二萬分之二 然後這個黃龍赤兔馬 其實的話是萬分之四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還有這個黑鐵馬咒 這個的話很稀缺喔 這個的話價格蠻好的 馬生甲 還有這個黑鐵馬鞍120級的 好下一頁在這邊 好各位朋友參考一下 我是不會抽啦我是不會抽 我不知道什麼票選會票選出這些東西 好這個福袋看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轉盤 好轉盤 這裡有寫喔霹靂降勢大轉盤 在 欸不是 這個是那個霹靂界的這個化身抽啊 好就是大獎就是這個 這幾個化身 凡普貴珍的話就是素顏珍 神煙閃華 然後這個是 欸 亂式狂刀 好這個是 一夜書 他叫孝敬英雄 然後這個是 附近狂敏 好這個是 這個是 夜小猜 欸還是我搞錯了 應該這個是夜小猜沒錯吧 好這個是霸道 欸不對 這個是亂式狂刀啦 這個才是夜小猜喔 這個才是夜小猜喔 畫田雙手的 好然後 欸那個那個轉盤咧 轉盤怎麼不見了 三層 超值補給新準盤 啊在這邊齁 新輪盤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的大獎的話是這個 三顆神魂金石 但是這個要幹嘛的 這個他是去那個 福利活動 兌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換什麼好了 邀氣冠天 天師一表十幾的書 然後這個 徐樹畫魂 還有神魂金石 還有這個 紫色幻魂 天外允金 好看一下這裡面的機率啊 好結果他在這邊 很低啊 很低這個機率是多少 萬分之五的機率 可以開到三顆神魂金石 那不過這次已經被開走了 今天被開走了 其實都很低喔 大獎的話都是萬分之五 萬分之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福利 福利 這個其實兌換 其實我們剛好看到那個發光的 這個六顆 所以你要轉到六顆啊 你才可以換喔 換一盒什麼 天外戰魂包 那裡面的話 有紅色的化身喔 欸還有這個 霹靂兌換服 好這個可以獲得一張 好可以獲得一張 好看一下 這是幹嘛的 霹靂紅紋包 這是什麼 五張霹靂兌換服 你就可以換這個 霹靂紅紋包 好那裡面的話 這四個化身啊 好這四個化身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好看一下化身的介面 好 蘇完真 蘭氏狂刀 一小菜 一葉書啊 只要到紅色 他們就是本名了 那這次化好這個活動 活動的話可以換一些東西 各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羅門信物 這個佛門信物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拿吧 應該會打一些活動怪物就有了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新出的化身 看一下這次新出的化身 來 看紅色的 看紅色就好了 亂式狂刀 那這個有立繪 不過我沒有戳到立繪就沒有顯示 點開來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小羊肉 那這隻的話是 這家這個 黃雷轟頂 狂雷轟頂的 這個之後就會開放覺醒了 然後關上我寫 那這個是葉小猜 葉小猜的話是 白刃耀眼 好跟炎爆 然後還有這個 蘇完真 蘇完真的話 他是 神劍閃刃跟大帝狂笑 其實這個人物做的還蠻像的 我覺得這個人物特別精緻耶 你看到 我覺得皮膚那些人物比較精緻 反而是一般人物就 感覺 感覺比較像是 那個格子比較大一點 畫素比較大一點 好 這個是一葉書 一葉書 凝神連擊等級加1 之後都會開放覺醒 應該就會強很多了 好 那今天更新之後呢 還有這個新的召喚書 猛將豪傑 還有方式跟軍事都有 都有都有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豪傑的 豪傑的是這個 鐵盾車召喚 豪傑的是鐵盾車召喚 然後那個猛將的話是原始巨魔召喚 然後方式龍炮 軍事的話是虎炮 是虎炮 具體效果如何 就是等之後有人學了 就知道了 好吧 今天還有更新什麼 對對對 今天還有更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國戰 國戰 之後沒有金元寶 之後會變成這個什麼金豬啊 漢豬 那漢豬的話 可以來漢豬上面 這邊換東西 東西的話在這裡 各位朋友 看一下 50個只能換這個 水果50個 人生果50個 100個啊 那這個漢豬應該是很好拿 700個可以換這個全校化工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好東西 這個深淵令好便宜喔 這個深淵令好便宜喔 深淵令的話 八個漢豬就有一張了耶 那這個深淵令應該 有機會大出喔 這個是可以交易的 可以換一些錢 然後這個 換成紅玉的話是 3000個漢豬 這個是什麼 秘境同情陣 第四個 然後這個是霹靂漢豬包 裡面可以抽這個 神色化身 需要55個 然後這個是漢豬百個 是稱號復刻包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說你們之後 之前有些稱號沒有搞的話 你們就可以用這個來用 這個是幹嘛的 這個是稱號的 100個漢豬就可以換這個霹靂降神舟的稱號 好吧 今天的更新內容應該就是這些吧 應該就是這些 各位朋友 就是這樣子 祝福你們玩得愉快 掰掰